病人自主權立法 昨天正式上路 外界認為 諮商費用上限 每小時三千五百元太高 恐怕無法照顧弱勢 衛福部表示 未來不排除規劃 中低收入戶補貼 另外 諮商時間縮短 金額也會調降 在模擬診間 進行玉立醫療照護諮商 由醫師 社工 護理師 組成的玉立醫療照護團隊 與申請民眾進行諮商 目前已有三百多位民眾參與試辦 他們說能夠規劃自己人生最後一理路 就是維護尊嚴善衆權力 衛福部公布第一波可提供玉立醫療照護 諮商機構名單 全臺共計七十七家醫院 諮商收費以六十分鐘三千五百元為上限 不過有民眾認為收費太高 無法照顧到弱勢 對於中低收入戶會有一些補貼 觀念更為普及 諮商的時間如果能夠縮短 那當然費用就會降低 衛福部表示目前病人自主權力法 對象擴大到末期病人 不可逆轉的昏迷 永久職務人 及重度失智 至於第五款中央主管機關 公告的重症 預計讓各界提出申請 哪些疾病納入第五款適用範圍 經過專家會議討論後 如有爭議 將召開公聽會 預計在未來半年內 陸續公告第五款的疾病適用範圍 記者黃立委張梓佳 台北報導 這次是